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各 今天要來說一款任天堂與CYGAMES合作的新手遊 失落的龍板 這款遊戲上市第五天 如果你是正打算入坑的玩家 這部影片會提供你一些遊玩的方向 首先我們來講如何快速的首抽開局 再介紹卡池的特色以及一些小知識 最後分享一下開局角色的小心得 遊戲的開始都會有遊玩以及劇情的介紹 能夠幫助你了解整個遊戲的世界觀 不過我一看到主角說 哇,有能用魔法的魔獸,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我就知道劇情應該是沒救了 新手教學完畢後,會給你免費的一抽 而這一次抽的一定是四星 所以不用花太多時間 在這邊想說,會不會出現五星?不會 穿完角色後,別急著進行任務 而是到選單中的戰友設定的支援角色 然後告訴別人 哈囉,我叫尤蒂爾,這是我抽到的四星臭別池 再前往主頁面 點選MISSION還有獎勵箱中所有的龍灰金石 你會發現你的石頭竟然多達三千多顆 馬上點下召喚 祈禱那些三星角色全部摔死 呃,不對 是祈禱自己抽到五星,當個歐洲人 再來講一下這個遊戲的卡池特色 你可以抽到分別是 人物,龍族,以及護符 你一定會想說 不是吧,一個卡池要抽三種 這樣不是比FGO還要坑嗎? 但還是給他一次機會吧 我還蠻期待他未來的合作 有一些動畫代表你一定抽到五星了 例如龍族胸前的水晶變成彩色的 出現兩隻金龍,以及彩虹炫光 但抽到五星還是有可能全都是護符啊 另外我發現這個遊戲竟然跟FGO一樣 金色還是可能變成彩虹光 我相信這一點應該很少人會知道吧 最後要講一下開局角色的選擇 分別是朱莉葉塔、葉傑莉特、以及賀德加 朱莉葉塔俗稱的光輔妹 是個花樣千金騎士 說真的她根本就是達克尼斯的化身 她的特點是 防禦力高、生存力好 越戰越強、擊退敵人還可以增加攻擊力 技能傷害範圍大、清怪打王都好用 整體而言就是個有輸出、有生存、續航力高的角色 再來是葉傑莉特、俗稱的火刀妹 她的移動速度和攻擊速度都很快 可以快速累積技能條 而技能為可控制方向、無敵時間比較長 後期演出技能後大王的傷害也比較高 整體而言就是一隻有顏值、有輸出的加倍角 讓你過關閃將沒煩惱 最後要講的是賀德加俗稱的光奶媽 她是一隻奶量超高的回復體法師 技能擁有無敵盾以及持續回復的能力 整體而言她就是 保你一命耶 輕鬆拿到三星的評價 如果你的開局角色不是她 那建議你加她為戰友 因為戰友可以使用三次技能 而戰友之前只是泡友只能使用一次 最後龍族的部分私心推薦 貞德以及雷尿 貞德的技能為範圍傷害 而且附加防禦力相稱的效果 雷尿則是在角色相同的屬性下 大幅提升攻擊力 還能使敵人處於昏厥狀態 最後你一定會問說 到底是人開局好呢?還是龍開局好? 我認為角色比較重要 因為大多數的時候都是以角色的技能為主 但這個遊戲的五星機率真的太低了 所以看到喜歡的角色就趕快開局吧 如果你是追求極致開局的玩家 那麼推薦光輔妹和貞德這個組合 基本上有生存有傷害 撐到下一個活動都沒問題 最後要說說這個遊戲的BGM真的很棒 很喜歡在抽卡時的音樂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按個讚以及訂閱 有任何的疑問也歡迎下方留言處討論 我是雅各 咱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